百年时尚新千年翡翠琴 买A货翡翠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带最好的翡翠 众所周知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我国空龙红军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战略转移行动 走过了两万五千里 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而这次行动又被称为长征 红军在长征的路途中经历了无数战役 其中飞躲卢定桥 绝对是最重要的战役之一 1935年5月29日 红四团22名突击队员冒着大雨温袭240里 又顶着枪林弹雨 才在卢定桥的铁链上夺下了该桥 卢定桥又名大渡桥 位于四川甘孜卢定县卢桥镖镇内 是一座横跨大渡河的铁锁桥 而且它始建于清朝康熙44年 也就是公元1705年 距近已有300多年历史 卢定桥全长103.67米 宽3米 由13根铁锁链组成 每根铁链又由862到997个铁环相扣而成 正座桥共有12164个铁环 全桥铁建总重40多吨 依照康熙时期的交通和技术 卢定桥工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但我国古代工匠智慧过人 总能让难题得到解决 卢定桥修建时 卢定县并不剩产铁 也没有什么铁匠 建桥者就远赴铁矿丰富的行军线铸造铁锁 可是铁锁太重 要想衔接两岸也并不容易 大家尝试了各种方法 最终使用了锁度原理 就是先把出足锁系在合的两岸 再在竹锁上穿上十多个短竹锦 然后将铁链系在竹筒上 最后让人从对岸拉动竹筒 完成铁锁运作 大家看完之后 是不是也觉得古人的智慧简直逆天呢 2011年3月24日 河南省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 卢文焕因病去世 他去世时 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遗产 只留下了一张60年前的奖状 但这张奖状的出现 却揭开了一个埋藏多年的秘密 甚至惊动了当地政府 他是谁 这张奖状到底有何来历 感兴趣的吗